我叫罗嘉悠是阿拿村的村民 在恐龙隔从事恐龙化石的修复 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地理库里 应该就讲到过罗宾的恐龙 我在95年以前去参观过罗宾的恐龙博物馆 看到过一些庄稼的那种恐龙化石 95年的时候回来正地 偶尔看到地边的山坡上 看到一种既像骨头又像石头的东西 就是很像我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化石一样 但是我也不求点到底是化石 然后我就紧了几块碎片放在家里 后来一次偶尔去幸存的机会 我把我紧到的那几块碎片 带到了阿封恐龙博物馆前庄稼 看了一下他们告诉我这恐龙化石的碎片 恐龙化石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人 他们在跟走的时候可能天津地头已经进过那些东西 在这之前就是到处攻击上打零公里 从2006年开始就是长期做之之来 我在2006年到2008年以前在以外博物馆 就是专门就是找化石 跟着网头老婆 做一份工作嘛就是做的一来一多 基础的一来一多 对这种文化就是好像一来一日 啊 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和努力的工作 会把一块东西完整地长进出来 觉得是很有意思 从38年 梁中健先生发现了恐龙化石碎片 到目前呢 基本上是80多年 修复工作呢 应该是说从90年开始 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这30多年当中的话 我们已经修复庄稼的恐龙化石 大概有70多条 还有零零星星的 大小不等的那些恐龙也不计其次 我家是少好的话 开展 走的半间 对18间半间 这里边就是可以转的 多数个设计都是属于朋友 做完美 我迎来是自己在外面做工程的 现在回来家里自己开了开展 我们这里是烤农格 所以我们家设计房间时候 就用了许多恐龙的元素 我们家几乎每个房间 与不同的恐龙化 小孩子们特别喜欢 那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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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